俄罗斯动手了,普京报复真狠,美国遭当头一棒,二十国会紧跟其后。 俄罗斯与西方国家之间的较量由来已久双方之间的矛盾,涉及到方方面面这, 不英国就在一件事情上面对俄罗斯十分强硬, 据路透社3月6日报道定居英国的前俄罗斯情报人员斯克里帕尔与一名33岁女子, 在伦敦西南索尔兹伯黎卯商场内接触不明物质后当场倒下两人随即陷入无意识状态, 随后英国警方对两人晕倒的情况作出表示, 两人身体上面并未出现任何创伤,不像是遭受到了物理性攻击才倒下的最大的可能是他们是中毒晕倒, 这个消息传出后西方媒体迅速将舆论的矛头指向, 俄罗斯觉得俄罗斯可能又在秘密地进行着什么刺杀行动, 毕竟此前就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上世纪九十年代, 俄联邦安全局前特工利特维年科与老洞强,闹翻。 2000年利特维年科在英国寻得庇护,并为英国情报机构服务, 还由此获得了英国公民的身份, 不过在六年后利特维年科与两名俄罗斯人在伦敦的一家酒店界, 面后突然发病之后,过了一个星期利特维年科死亡随后调查其死因发, 现是他在酒店喝的茶之中含有放射性的元素, 这就是在当时轰动的利特维年科谋杀案。 当时英国将此案定义,为是谋杀案, 还要求俄罗斯把两名嫌疑人度至英国受审, 不过当时俄罗斯并未同意,于是英国就强势地驱逐了数名俄外交官。 当然了,最后俄罗斯也驱离了英国外交官, 现在又发生一起晕倒事件,主角还是英国与俄罗斯, 这不禁让人产生一些联想现代英国警方经过调查, 指出这次斯克里帕尔以及这名年轻女子陷入中毒昏迷状态, 很有可能是接触到了不明物质而导致中毒而现在两人生命都处在垂危状态。 就这次的俄罗斯前双面间谍在英中毒事件英国随即做出回应在3月14日, 驱逐23名俄罗斯外交官随后包括美国、德国、法国等在内的20多个国家也驱离了俄罗斯的外交人员, 不过这次再驱离西方,外交官的国家中美国下手还是最狠的。 一次驱离了60多俄外交官,但身为战斗民族俄罗斯, 怎会沉没巨额媒3月29日报道称俄罗斯外交部长当天发布消息称, 俄将驱逐60名美国外交官面对西方的驱逐措施。 而普京终于决定报复了美国可谓是遭到当头一棒这次西方国家联手驱逐俄外交官, 而这次俄罗斯又已经采取了反制措施或许那些在之前驱离过俄外交官的国家。